大陸新耶拿鐵賣到三十多元 之前說過這間普里陰豐農業 出貨非常慢 勾控賠過的二十三元 五百克 遲遲不寄貨 我就幫忙這間昆明京開區天潤食品經營部 便宜一點點 口碑一樣好 我是1688PLUS會員 一公斤都是三十六.九 本來是三十九元 咖啡又大粒又小粒 品種叫卡蒂姆咖啡山豆 袋子寫著是一千到一千五百五十米 他們有好幾種咖啡豆 也有控賠過左上角的包 控賠過的是五百克 四十二元 有好幾隻豆 當然是買咖啡山豆 自己控賠 我稍後示範一次 大家不用怕失手 剛巧有個教會的朋友來了 我招呼他 弄了一杯給他喝 他都說很棒 剛巧前天在外面喝了一杯 這個就是我自己炒完的咖啡豆 雖然不是粒粒一樣的顏色 但打完粉 就一定均勻了 這是雜運送過來的時候 我買了2kg 檢查每一粒豆 真的沒什麼瑕疵 我只看到有一粒是瑕疵豆 只有山豆才能看到有沒有瑕疵 我們千萬不要買那些控賠的 因為我都很棒 這粒就是瑕疵豆 這麼多粒我只看到一粒 控賠完完全看不到它的瑕疵 放四五年你都看不出 但是山豆你會看得出 這包真的好東西 我現在用5.3倍的塊鏡 我們用中大火去炒它 要不停地攪拌 我以前試過工人和我炒開舖的時候 他用易結鑊 但我覺得用鐵鑊應該會好一點 以前我開舖的時候是用越南咖啡豆 咖啡豆腐炒完之後是沒什麼的 但是雲南咖啡豆炒完之後 咖啡豆腐比較多 但是很容易會篩出來 但是我覺得雲南咖啡豆 比越南咖啡豆好喝 我只用這個火力 中大火 要一直不停地攪拌它 千萬不要開著火 然後去拖地 否則你的咖啡豆可能會沒有了 我繼續用5.3倍塊鏡 這次我放了1kg 其實真的放多了 我覺得放1斤是最好的 放500g 這樣就會受力均勻一點 炒出來的顏色應該是每粒會均勻一點 我想拍多一套片 但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就算是放多了 就像我這樣放1kg去炒 不停地攪拌 它不是一粒粒都很均勻的 但是打完粉之後 完全是均勻了 就算是這樣的 完全沒有影響到咖啡的味道 我教會的朋友 打完粉之後我給你聞聞 他說真的哇,很香 就是外面咖啡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 比外面的好喝過外面的 還有比麥當勞的 就是愛菜鵝比亞咖啡 應該很快炒完 我繼續說一下 最重要是咖啡 千萬不要加花奶 不要加蓮奶 不要加白砂糖 你一下喝黑咖啡 否則那杯完全沒有益 人應該喝人奶 除非人奶咖啡 否則牛奶咖啡的話 這杯完全是沒有益的 我就會用這個 而我就會用春光排椰子粉 深圳就叫新椰拿鐵 絕對好喝過它 大家可以試一下就知道了 上次有位網友說 39元一kg 有什麼可能呢 那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我拍攝會員 我買兩kg 我都是71元 連運費去東莞倉 炒到這裡我已經關火了 我計時炒了15分鐘左右 影片拍了15分鐘 我快鏡5.3倍 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你看到這次的豆 它不是粒粒均勻 但是完全沒有影響 現在是大概接近中培到深培 因為你打完粉就完全均勻了 我打算拍多條片放一斤 讓它炒得均勻一點 你控制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很大煙 你可以關小火 炒到差不多就開中大火 秘訣就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拿個有洞的 準備篩的咖啡豆枯 炒完咖啡豆 外面有股皮 雲南咖啡豆 比越南咖啡豆的咖啡枯比較多 但是比它好喝 我覺得自己喝 絕對沒有必要 買一大部的控陪機 好像台灣那些 又在這裡計算 根本多餘 我方中覺得用這隻鍋炒 完全沒有分別 最愚蠢就是那些 好像六合彩餃豬那些 對著火 用煤氣來燒它 我不如用鐵鍋炒 大家看看這個咖啡豆 我覺得很滿意 我篩了很多咖啡豆的枯出來 你看 教會的朋友 拿了一包米給我 我現在受人家救濟 學校介紹的 看我這麼慘 就是這包米了 因為昨天下雨 教會的朋友 叫我不要去拿 他今天專程拿來 我立即煮杯咖啡 招呼他 我還有送多個禮物給他 就是這個CES 腦電波 睡眠儀 我買了很多部 用來幫我 我兒子 真的有效 越買越便宜 二十幾元 十幾元都有 我打粉 是這部小熊打粉機 我記得好像都是八十元 找到網子 我放在聚述那裡 這部咖啡機 當時都賣一百八十幾元 陶瓶也都可以賣 都是二百元 左右 是氣壓的咖啡機 但是我打爛了壺 糖 我用黑糖 黑糖現在是一六八八買 很大股 借糖的香味 雖然是一塊 但放下去都會融化 就是這部機 我打爛了玻璃壺 我就不重新配 用杯就算了 這個就是芝士蛋糕 朱古力芝士蛋糕 做人就是這樣 喝喝吃吃 當然是多些自己做 外面不會給你好東西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一隻手拿機 一隻洗口 拌杯咖啡 第二次我就去用布 因為真的好熱 以前做慣茶凍 手都辣慣 但第二杯真的會好熱 要用布 其實最好是粉狀的黑糖 比較好 我這個是整粒的 但不管它都會融 我沖過很多次了 這個黑糖真的水準很高 香港買不到 我覺得很大股蔗糖味 今次我在這裏 其實不做這個動作 很多會融的 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因為我以前的手是習慣的 但第二杯真的會好熱 都是要用布 看我多懶 一隻手拿機 一隻手在那裡倒 其實很危險 千萬不要學我 打完粉要放在蜜蜂瓶 都是1688米 春光排椰子粉就拼多多 看我洗完咖啡膚了 這瓶真的好香 磨完粉有剩的 我放在蜜蜂袋裡 當然要先放冷 今次是早餐 這兩杯我做給我兒子喝的 還有我 當然是用春光排椰子粉 放的份量是多少呢 告訴大家 就是湯匙 兩大湯匙 富士山的份量 這樣才夠椰子味 絕對是正 千萬不要放奶 因為牛奶是牛喝的 不是人喝 千萬不要用快搭牌 你看看成分 穩定劑 真醜劑 防腐劑 喝了真的死得快些 還有很容易變木奶衣 因為防腐劑 左邊那杯就是教會的朋友 他哭哭聲說 正 這兩杯就是我的早餐 我和兒子的 但我加了 Piclogeno 法國松樹皮 還有田七粉 都是1688米 完全沒有影響咖啡的味道 還有可以蓋過田七粉難喝的味道 咖啡我就用來這樣玩 配搭健康食品 那些法國松樹皮 約200多元一袋 但大家查一下 法國松樹皮真是很貴很貴 外國的健康食品買得非常貴 我可以在1688米買的 都要200多元一袋 還有吃完之後 效果有沒有都不知道 可能是心理作用 所以你說外國的健康食品 我只是買某幾隻 其他那些實保好過了 這些圖片全部都是一手貨員 就是他們的種植牆 海拔1000米以上 雲南咖啡豆真的很好 這間簡直是找Q理笨 叫馬安山 他完全沒有味道 控陪每個咖啡 他都不知道是第幾手貨員 一點味都沒有 他分分鐘擺了四五年都拿出來賣 控陪完的你完全看不出 深圳藝醉咖啡好一點 但是 他都沒有我自己炒的好飲 一喝就知道 他一斤就賣成50元 而我是1kg 是他兩倍重量 他50元我只是39元 價錢是他三分二 但多了一倍 最重要還有好飲 還有16800裡面 很多賣咖啡豆 控陪的那些 他們根本就不是一手貨員 在一手貨員拿了咖啡豆 控陪完自己整個牌子 又說什麼什麼味 瓶子味 蘋果味 根本喝下去就不是那回事 他們已經是二三手貨員 上次看了一集叫CES 睡眠兒那集講自閉症 我遲些會出一集更詳細的 大家看到16800的威力 淘寶要買240元的東西 16800是88元買到 絕對是貨員廠家買出來的 還有些人在這裡不信 在這裡說淘寶天貓 你就看看淘寶天貓 找不找到這些價錢 還有人家貨員那些 都不會放在淘寶上面 而亞馬遜那些人 全部都是16800拿貨 很多都是 廣告都有賣 芝士跑 兩元成本的賣到十幾元 是美金喔 一天 這一場 無默地 是 不公開 1 18 就 釋放 1 1 2 5